昨天跟国内的父母联系 实际是通过微信看父亲发来的化验单 化验单显示在尿里边发现了尿蛋白 如果在尿检的时候 尿液检查的时候发现尿蛋白症没有肾炎 而且它在化验血的情况是胆红素和间接 就是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都高 直接胆红素正常 所以胆红素一高就提示肝脏有问题吧 一般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在网上昨天查 如果是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 间接胆红素 如果三项头都高 那么证明肝脏有问题 等我父亲这是 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高 直接胆红素正常 对吧 所以肝脏的问题不大 后来通过微信也问 我父亲他说 他也是经常吃一些护肝片 所以肝脏保护的不错 但是肾脏出了问题 主要是在尿液检查里面发现这个蛋白 对吧 然后后来我姐他也回复微信 说父亲是腿和脚都肿了 后来我跟我爸打电话 问情况 我爸说眼睛也肿得厉害 眼睛肿得非常厉害 好像都有点肿得 有点透明的感觉了 就是皮下积液 对吧 皮肤下面积的液体吧 一般认为说 身体肿呢 需要吃利尿药啊 就是水代谢出了问题 医生建议是住院治疗 但是我爸不太想去 现在他也在吃一些 肾脏方面的一些中药 叫筋水丸什么的 也在这样的想办法在缓解啊 医生是建议住院啊 我昨天在网上查了好多 化验单相关的知识 确定是肾脏的确是出问题了 然后葡萄糖 也有点偏高 葡萄糖最高值是 参考值6.1对吧 6.1以上 一般认为是糖尿病嘛 我爸那是6.02好像是 就是属于临界点 肌肝也高 偏高 就是虽然是在正常值之内 但是已经临近这个 对吧 就是正常值得最高点了 鸡肝高的话证明肝脏也不好吧 鸡蛋高 鸡肝高 葡萄糖高 还有什么高 反正就是大体 主要体是肾脏有问题 肾炎 然后肝脏也有点问题 但是肝脏问题不是太大 所以就是有点担心吧 好了 那再后来呢 然后父亲又说家里的那个他那个单元楼那个电梯不能用了已经停了有一星期多了吧 我就觉得很惊讶 把电梯 暂时给查封了 就不允许电梯运转了 他主要考虑到如果没有物业呢 因为电梯是需要平时维护啊 就是比如说定期的去检修上游什么的对吧 如果没有物业了那么电梯运行的话就有可能造成电梯充顶啊 或者说电梯出故障 或者把人困在里边出不来什么的 所以电梯不能用了 因为我父亲他们住的楼层是七楼 就需要爬 已经有一星期了 我听了之后特别惊讶 因为都年龄大了嘛 平时走平路都有点费劲呢 再让老人去爬楼梯 我觉得这个太有挑战性了 后来我就说哎呀 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这电梯不能用了 这平时去买菜啊或者散步啊 也不能走在楼上待着啊 我就很着急 然后我爸也说 也曾经想着去附近的亲属家住 但是那也不方便呢 那也生活也不单单是晚上在那睡觉 也需要白天活动对吧 也不方便 这个写的是乐土promised land 写的是中文 德莱尼陈 sponsor赞助 也不可能说 只是晚上睡觉 白天好多活动呢 溜达呀 对吧 做饭呀 或者休息呀 对吧 去亲属家 去附近的亲属家住也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 对电梯什么时候能恢复运营呢 大家也没有什么概念 我的直觉是可能一时半会儿的 应该没有什么 盼头啊 就是因为毕竟那个楼里边住户比较多 大家平时好像也不怎么互相走动 对吧 因为是住的楼房层数也比较高 然后彼此都不太熟 另外呢 可能大家都不太喜欢称头 对吧 因为往往是这样嘛 有些人他们平时 可能他们就是 对吧 一说这个物业不好 然后把这个物业赶走 有些人可能就 挑事啊 他把这个事情给弄 弄坏了 之后呢 他不知道怎么收场 就是所说的 有人叫圣人表吧 管这种人 自诩为圣人啊 说我要发出这个声音啊 我要这个 把这个物业赶走 物业不负责任 怎么怎么的 这样的 结果物业走了 结果他没有找出下家 对吧 物业没有了 那么 这个电梯就 对吧 没有人维护 对吧 技术监督局就把这个电梯 给给封住了 就不让用了 所以现在就是造成 那个楼里边的住户 就只能爬楼梯 我知道之后很惊讶 我说 这医院化验 那个父亲的肾脏 出问题了 需要住院 然后再爬楼梯 因为肾脏一旦有肾炎 那么人的身体肯定就 会很虚弱 本来年龄大 身体在虚弱 然后再让他爬楼梯 这个太恐怖了 对吧 即便是 买菜啊 或者收快递啊 那可以让别人去帮着买啊 或者让快递员 把这个快递爬楼梯 爬上来 但是 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所以昨天我就有点着急 我就想着 那怎么办 因为 父亲也说 也是好像束手不策啊 说 想去附近的亲属家住 但是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那个亲属家 好像住的是三楼吧 是几楼 也得爬楼梯 他那个楼 亲属家那个楼好像没有楼梯 我爸住那个楼有楼梯 有电梯啊 说错了 就是说亲属家住那个楼 没有电梯 我爸住那个楼有电梯 所以我就赶紧 所以我就赶紧昨天在国内的网站上找啊 我记得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用五八通城网啊 租房子什么的 我就先在五八通城上找 去搜 去搜家乡那个城市 就是对外出租的这个楼房房子 然后结果搜到了搜到了 但是现在这几年不在国内发现这个广告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以前是他会展示电话号码啊 就比方说李先生张先生他是出租房子是吧 甚至你是中介也好 那么会有这个手机号展示 如果你想租呢 你就打电话 哎 现在他一改版的没有电话啊 需要你点一下一个按钮 之后呢 还需要什么扫码 用五八通城的APP 就是应用程序去扫码 再看这个电话 后来我想那就试着扫码吧 结果扫码呢 不识别 不行 我说这怎么办 因为以前在国内虽然也注册过五八通城的会员 但是早就忘了 那个名字呀密码早就忘了 这怎么办 然后就想着用美国这边的手机去注册一个 对吧 我想了注册人会员了 可能就能看到 这个代出租房屋这个人的电话了吧 结果呢 注册的时候需要给手机发一个验证码 我把美国这边的手机号输进去 在前面加了一个1 国家代码嘛 结果它显示说这个动态码已经 倒计时这样发呢 但是试了两次都说不到 没办法 我就只能求助国内的家人 然后跟国内的那边联系 用国内的手机 跟大宝妈妈联系 我说你这手机收个验证码吧 我说大宝妈妈说 好的 然后很快我就输他的手机号 结果他就收到了验证码 然后我把他的通过微信发来的 他手机收到的这个动态码 是验证码 输进去 然后诶 注册成功了 挺好 就在美国这边注册成为 58同城的这么一个会员 其实此前我还尝试过 因为58同城有海外的网站 我就我想着我可不可以 用那种曲线的这个方式 我在美国这边 就是注册一个58同城的海外的会员 之后呢 我用海外会员的这个账号 登录国内的网站呢 结果我很快的就注册成功了 就是我注册成了 用美国的手机号 注册58同城的海外版 注册成功了 然后当我再切换到 我想切换到国内的这个的时候 切换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我就没办法 我就用国内的大宝妈妈的手机号 去绑定 然后注册了这么一个 58同城的一个会员 之后呢 我再 我后来我用手机下载了一个 那种叫 二维码扫描器 因为以前我扫描的时候 都用微信 扫一扫这样扫 后来我就下载了一个 专门的一个扫码的 这么一个应用程序 结果呢 我去扫那个 说扫一下就能够看到 房主的电话 结果也不行 我说这怎么办 然后他还有一个按钮叫微聊 就是微微的聊天 微小的聊天 我最开始我试过 就是昨天最开始注册 成功之前我试过 不可以 但是注册成功之后可以了 能够给他留言 这挺好 对 是这样 就是微聊 我在注册成功之前 给他留言 我说你的房子是在 具体什么什么位置 什么问 结果呢 他显示啊 这个此消息无法发 送成功 需要你注册 后来注册成功之后 发过去了 后来他回复了 又加了微信 然后就 基本上就确定了 我说就租一年 租一年呢 因为他那是一个新房子 他那是在九层 然后我特地问他 我说电梯都好用吗 他说好用 两个电梯都可以用 然后他那个平米 大约是六十多平 他那是一个叫 所说的月层 就是在进门 那个位置呢 然后有一个 小的两层 有一个室内的 一个旋转楼梯 上面放一张双人床 然后 进门还有一张双人床 这样的 他那是在一个 学校的附近 就是所谓的 这个学区房吧 他说他买这个房子 就是打算出租给那些 就是打算租给那些 在学校陪读的那个家长 另外呢 他也考虑 他的父母以后年龄大了 要到这边养老 要可以住这个楼房 所以他买这个房 新装修的 但是空调 窗帘 电视还没按 然后我说 那你就 咱们就定去了吧 我说我这边 我这边是有一点着急 我的意思是 把他 我的意思是 这边在跟 这个老美 在跟刘浪汉打招呼 就是问你怎么样 这样的 你好吗 你确定好吗 确定好吗 说想说什么话 好像 就你的这个小狗 所以美国这边 人和人之间 有的时候 他那个关系 有的时候挺自然的 我觉得 但是我不会 我在这边就很难 去适应这个状态 你想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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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这位 在黑边的黑人男士 进行问候 就是美国这边 他们的交流方式 很随性 很随意 也很放松 你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问他叫什么名字 晚安 有一个好的晚上 是吧 你看这是老美这边 他们的这种交流方式 对吧 陌生人之间互相打招呼 问叫什么名字 问好什么的 这点我学不会 真学不会 我学不会 在美国这边 我不太喜欢 跟别人聊天 有一种 怎么说呢 绝对也没啥聊的 所以自觉不自觉的 就不愿意跟人说话 也许是 在这长时间 他自己待的 比较孤单了吧 对吧 可能有关系 然后通过微信 就跟他聊 这边是有人 把这个汽车玻璃 打碎了吧 有流浪汉 你看这个玻璃的痕迹 把汽车玻璃打碎了 然后在这 偷车里的东西 应该是 这边有人在 打扫卫生吗 这边好像也是 一些流浪汉 这边有一个台阶 人们可以坐 可以坐在这 当凳子坐 这边都围起来了 以前这边是一个 开放的一个停车场 但是里边你看 都是垃圾全市了 全是垃圾 对吧 你看远处那个垃圾什么的 对吧 都没人管了 这块也都是垃圾 这边 看 这就是美国这边 街道的景象 旧金山的市区 然后就跟他聊 然后他说明天就 折手按空调 后来我问他 我说网络有吗 就是他说还没安 所以说大体 这几天他就按空调 按窗帘 完了 按电视 按网络 这样的 他也是有点着急 好像是 我这边也有点着急 他那边是 其实我本以为 他那个房子都已经弄好了 因为你对外出租 你打广告了 我估计可能就是说 对吧 反正我是这种 这种方式 一般来说 我这个房子准备好了 我才打广告 我不会说 房子没准备好 比如电视没安 网络没弄 我就出租 他可能想早点租出去 然后 后来我说 我说 就定计了吧 我说我给你房租 一年房租交给你 我那么说 我说 可不可以分两次给 先给一半 然后他说 三七四六 怎么说 就是说 给百分之六十 先给百分之六十 再给百分之四十 完了 后来 反正就说了好多 完了 后来跟他 又说了一会儿 聊着聊着 就也 聊到了 共同的熟人 就是 也彼此觉得 有点亲切啊 这样 看这边这垃圾什么的 在这剁了这么多 后来又聊了好多 好了 基本上就 反正我这边 其实想着 父母那边 没有电梯 对吧 就在这个楼上 这 太难受了 我就想着早点 把它 租下来 我就说 其实我 我昨天表达的时候 我就说 我的意思是 就是说 我这边付款 把这个房租给你 然后 你看看 什么时候能交房 然后他说了一句 不用那么着急 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 我就有点不太理解 我就说 我说那这样吧 我说 那这样 那我这边就 咱们就再联系吧 我说我这边 我也得必须说 如果说 我这边如果找到 适合的房子 可能就不跟你联系了 他说那好 然后后来我就 微信 聊天 停止 然后后来呢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 他又 微信留言 说这样吧 那个 你不啥 交一个定金 交一个定金呢 之后呢 我就不再 接别人电话了 对吧 就是说 他可能也怕我跑了 对吧 他也知道现在 基本上 现在是 是吧 谁手里有钱 谁就是 对吧 掌握着主动权 就是买房市场嘛 对吧 尤其是现在 这个整体 对吧 病毒闹的 可能有些地方 房子都不太好租 对吧 不太好出租 后来我就 交了定金 交了定金之后 然后 我又说 我说你这是 后来我又跟家里联系 跟我父母联系 我说 我这边就是 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他那边 把视频 把那个房子的小视频 也发给我 我看了 大体有个印象 也有 再加上网站那个照片 我就发给父母那边 我说这个 大约过几天就能住了 结果爸就特别生气 说瞎胡闹 然后又说他们不住 哪也不去 然后又说新房子 新装修的 有甲醛什么的 后来我想起来了 我就赶紧又跟那个人联系 就说这几天 可不可以把窗子打开 我说有没有纱窗啊 他说有 他说纱窗 是他岳父亲自安装的 我说那就把那个 窗子打开吧 通风 然后后来我就说 最好是 把那个衣柜 也把门打开 让他 你看这个车 就是被坏人砸了 后面这个玻璃砸碎了 侧面这个也砸碎了 这是很无奈的 我跑过去吧 我跑过去吧 这个路口车比较乱 你看他这个桥 是有斜坡的 转弯的时候呢 桥上边是 由高到低 这样倾斜的 这边酒吧 门口 在干什么 老美还是想着去 老美 我不太理解他们 老美的这种生活方式 在这么 严峻的情况下 还在酒吧这边扎堆 反正大体就是 通过微信一直跟他聊吧 就确定了 就就 交定金了 结果 父母那边 我爸很生气 说我吓胡闹 然后我妈也发微信 说那个房子退的吧 我们不住 然后 我姐说呢 说电梯停用 只是暂时的这个情况 不会太久的 然后我哥也说 我哥说 那个如果你想 给父母租房子的话 你还不如 把这个房租 这个钱 转给我们 我们在这租 这样的 你就没有必要 你这在美国那么远 对吧 你这 跑的是吧 隔山隔水的 在这租房子 这样的 也看不了房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可能我的一些想法 跟 父母呀 跟哥哥姐姐不太一致 我觉得 这个事情就是 我觉得这个生活 怎么说呢 我觉得现在人们 这种选择权挺多的 没有必要 非得说 在这个 一棵树上吊死 就是说 这块电梯坏了 我还在这坚守着 我觉得没必要 我真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 因为我昨天很着急嘛 我一直到这个情况 我就很着急 呃 所以我觉得 还行吧 现在反正就是 他们在按空调 按电视 我就打算 等他把这个房子 弄好之后 他说他会发视频 给我 从进小区 到上电梯 到进房间的视频 都发给我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就交一年的房租 后来他又说 又留言 说他对象 呃 是登记他对象的名字 他对象说 最好是交一次交一年的 我说OK 没问题 所以就是这样 有点闹心 其实啊 其实 有点费力不太好 嗯 好了 再见了 拜拜 就是这么多吧 然后后续的 然后再跟朋友们分享 好吧 啊 再见了 拜拜